当大批游客前所未有的涌向古巴时 古巴人却继续着从古巴逃亡美国之路 奥巴马总统看到了机遇 我相信推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 以及帮助古巴人民改善生活的最佳方式 就是通过接触 批评者们表示 古巴政府不配美国总统亲自去访问 卡斯特罗政权从来没有改善它的人权记录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也是记录更糟 我觉得要想指出古巴发生了什么时机变化 是非常难的 变化需要很长时间 现在的这个政府和这个体制 是从1959年来就根深蒂固 很难被改变的 即使改变有很多阻力 我觉得现在就说古巴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还为时过早 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直言不讳 我会坦率地指出 我们和古巴政府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 这些分歧包括民主和人权 我也将重申美国会继续挺身而出 维护诸如言论 集会以及宗教自由等普世价值观 古巴对同美国政府讨论任何问题都持开放态度 包括人权 奥巴马的批评者们并不买账 在古巴人民没有选择 问题就是我希望改变美国和古巴的关系 但是这种改变必须是相互的 其他人对奥巴马此行抱有更大希望 这代表了美国正试图使卡斯多勒政府 哪怕能够开放多一点点 这种方式不同于之前已经尝试了半个多世纪 却不奏效的老方法 西福特说奥巴马此行会被全美洲各地密切关注 并赢得掌声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 华盛顿报道